7月27日夜晚 中国四川西昌市城区梁山的广场上 燃起了熊熊烈火 约50万人手持火把 为这一团团的篝火欢庆火把节 当天一族男女也穿上传统服装 再歌再舞 借由传统节日祈求封条与顺 电杆被吹倒 大树遭连根拔起 屋顶也被卷走 这一场场触目惊心的景象 是受到台风银河的侵袭 这场台风最高以90公里的时速 在27日夜晚登陆越南东北部地区 带来的大风暴雨估计将持续至28日 目前平壤城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夏天又来了 中国浙江延续的高温天气 让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特别采取了人工碰雾 提供水果冰块 增涉水池 以及空调措施 为动物消暑降温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